MIRROR 首先用字面的割表 MIRROR的面型 在這個膝骨位置會比較大 但字面除了膝骨位置會比較大 顏頭位置會比較闊 所以我們做Shading 除了在這個位置 我們也可以在顏頭這個位置做Shading 首先有三種顏色 我們可以選擇自己適合膚色的顏色 我們拿少許份量 記住我們做Shading是要很自然的 是要由深至淺 深至淺的意思是 是膝骨位置最底的 是深一點 然後慢慢配上來的深淺 看出來的顏色就會很自然很漂亮 首先我們第一下 記住 最深的位置可以拿三次顏色 然後中間拿兩次 然後最高的地方就可以拿一次 很簡單 已經可以做到由深至淺的效果 塗完這個地方 記住要注意 下巴位也要塗一點 看出來的形狀就會漂亮很多 之後我們塗完三二一之後 就可以自己再玩一下鏡 看看深度合不合自己 如果覺得不夠深的 我們可以不妨再加多一點 如果覺得那個顏色已經可以了 其實已經可以停手 不用再塗了 看出來的面型 輪廓 這個位置就會生了 看出來的角質面就會不夠 塗完這個之後 剛才也說了 顏頭的位置 看來 顏頭的位置 MIRROR明白嗎 嗯 明白了之後 很簡單 你試一次給我看 很快 我自己試 對 先拿一點份量 首先在塗角位最低的位置 是這個 這個位 對 先掃了三次 如果覺得不夠 就可以拿多一點份量 所以深淺可以自己調色 如果覺得不夠 可以不妨加多一點 那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 最好選擇一個顏色 都是以一個 即是 淺啡色為主 先不夠 先再加深 因為如果再加深的話 如果那個顏色不適合 就很容易令到這個位置 就會很誇張 就不自然了 塗了三下了嗎 三下了 兩下了 塗了 那塗了 那你一塗給我看 這樣呢 大家看看 MIRROR的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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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來說 可能顏色就會深了 但深了也不重要 我們可以拿一個掃 輕輕再掃錢 還有 我們Shading 這個位置不需要加太多 因為深色位是這個 加下去 然後兩下 再一下 其實這個是拉少少顏色 這個位置就加太多了 我們不要緊 可以拿走 如果是 平時一個錯誤示範 如果真的深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拿回 我們有時用一個 碎粉泡的Sponge 輕輕吹走 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用手指輕輕吹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為什麼要用 Prowder狀的Shading 因為比較容易控制 如果你用高狀的Shading去塗 你如果真的壞了的話 可能就要抹過去了 那手指插完之後 我們到顏頭的位置了 記得要先撈分量一次過 不要拿太多 輕輕拿一點 我不敢再這麼多 哈哈哈哈 就在顏頭這個位置 當然啦 如果旁邊可能留在旁邊界的話 其實這一邊可能遮住了 也不用再加了 但另外一邊就加了一點 其實現在看出來 這個位置也會比較深一點 那記住 因為我們平時化妝 是給外出的 不是給拍照 所以都是在顏色自然為主 不可以太失望 那到包包面的代表Cathie 那怎麼可以營造一個小顏面呢 其實也很簡單 那我們也是 今次我就用一個 是一個少許亮的Bronzer 的顏色 加少許在梳骨位上 那剛才都說了 321 321其實是三下顏色 在最深的位置 即是最梳骨位 兩下就是梳骨再長一點的位置 然後再加多一下 在上面 最多的位置 那可以營造到一個 由深至淺的效果 那塗完這個之後 其實這個就是 每個人都要潔避的 尤其是我們亞洲裏製 都要塗這個位置 因為當時我們這個輪廓位 是不夠深不夠靚 那所以這裡也要輕輕加一點 那但是之後 如果令臉沒有那麼膨脹的話 我們應該怎樣加呢 那也是 拿回這個Bronzer 輕輕在這個位置 斜掃上去 那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究竟怎樣去加這個位置 是對的呢 那我們 梳骨位 和拳骨位置 中間其實有一個凹位 大家都能摸到的 大家有時間可以去摸一摸 那這個凹位 Kevin可以摸一下 這邊 你摸到嗎 摸到 對 我也少少量了 但是如果真的摸不到的話 其實也有一個方法 去教大家怎麼摸 你先看著我 這樣 對了 那你再摸一下 是不是看到一個位置是凹了呢 凹了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位置 就可以輕輕再打一個 深色的shading上去 那按摸再加上去 再加上去腌脂 就可以再加上去 再加上去腌脂 就可以再加上去腌脂 然後再加上去腌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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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加上去腌脂 之後 剛剛也說了 要加上去淡的顏色 去做到它的描述 但剛剛Kathy也有跟我說過 如果不容易 那個臉會有面油 對不對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因為你們拿的product 太亮 新的話 其實都很容易出外 就會有面油 因為可能 香港的天氣都會比較濕 所以我們選擇牙齒 要記住 是選擇一些 質地少少的 波油性皮膚的人 那就不要拿太亮了 太亮的話 就很容易令到面油會出來了 我們可以拿少許份量 在這個勤勃位置 下頭位 再加上去 加一點白色 其實已經可以了 如果是乾性皮膚 大家可以不妨拿少許 鮮的眼霜 或是打亮 都可以做這個效果 記住 我們做遮瑕和打亮 都是要自然 不是讓人感覺 做了很重的遮瑕 先看出來 因為夠自然 夠立體這樣 其實已經可以了 Kathy明白 明白 之後到你自己試了 首先做了 策骨這個位置 可以 平時你自己做 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我就是覺得 檢色的時候 很擔心 每個人 被人看得到 我擦了 很誇張 所以每一次 去到Counter的眼睛 都很重要 記住 我們去試一試 不要害怕 或者弄髒自己的臉 在臉位自己試 而且 臉的遮瑕 和鼻的遮瑕 顏色 記住 是不同的 不要打算一盒 可以做鼻子 或者面毛 因為衝出來 鼻影會很硬 不自然 但如果你拿了鼻影的顏色 你會覺得 塗的遮瑕 所以這一點 大家要留意 如果這個掃 覺得太大 可以用小一點的掃 做到 腌脂的位置 記住 如果是塗斜的位置 大家千萬不要笑 這樣塗 因為塗了 這個位置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那個位置在哪 所以剛才我教你 那個方法 有些嘴 這樣就可以 看到 絕粒的位置 塗上去就可以了 看一下 其實都可以 但是 因為Kathy可能很害怕 怕做了 照眉面 或者被影面 我們可以加多一點 不要緊 你可以覺得不夠 再加多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下巴位 做完這個之後 就可以試試做一個 highlight 其實如果做一個 match的highlight 就要看自己的皮膚了 如果皮膚帶深的話 我們可以選一些 淡黃色 或者米白色 做一個highlight 如果皮膚白的話 純白色 就可以了 還有臀部位置 T鬆位加多一點 和下巴位加多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面有的人 最好 T鬆位的位置 就不要加太多highlight 否則就很容易 感覺到被人出油了 下巴位加了嗎 加了 加了 加完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小顏 對吧 除了我們做一些shading 的顏色之外 其實粉紅色 都可以做到 我們也是拿少許份量 如果我們想出來 臀部的臀部 我們可以微笑 面部最拱的位置 然後輕輕45度角 斜上 可以帶回自己的臀色 之外 又可以做到臀部 會比較立體 其實很簡單 用一些深色 或者淺色 再加一個胭脂 又可以做到一個 很自然又很漂亮的小顏 在這裏 可以買回來 都可以買回來 可是我可以買回來 再加一個 我們可以買回來